大家好,我是Brian,欢迎来到Syntax Technologies 所有SQL会计软件的用户 如果你的电子发票会在明年2025年才实行的话 现在其实你已经可以通过内陆税收局的MyInvoice测试网站来进行电子发票 你只需要做三项简单的设定 首先,你需要在MyInvoice Pre-Production网站注册你的公司 第二,你需要把你的SQL会计软件升级到853的版本 一定要有一个Active的Maintenance 还有已经购买了SQL e-invoice module 第三,你需要把你的SQL会计软件和MyInvoice Pre-Production Portal连接起来 这三项设定的教学都可以在我的网站来下载 之后,记得在你Maintain Customer里面输入顾客的注册公司号码 e-invoice submission method还有T-Number 之后就和平时一样,Key你的Sales Invoice Save, Click My Invoice,然后再 Click Submit Sandbox e-invoice 你会得到内陆税收局的通知 你可以Scan QR Code,得到你的e-invoice资料 也可以在MyInvoice Pre-Production网站里面找到这一张发票 所以现在你已经可以在你还没有实行e-invoice之前 通过SQL会计软件来进行一个模拟的测试 记得一定要把我的网站bookmark起来 因为e-invoice guide还有e-invoice相关的资料 我都会定期的更新 而你就需要常常去到我的网站 以取的最新的资料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个影片见,谢谢!